手臂後側 首先我們先拿一個水弧 好然後做支做挺 雙手舉高 好吸氣的時候手往後彎 吐氣往上 這時候小腹可以收一點點 雙臂要盡量靠近耳朵 那我們來回做20下 一天的話可以做2到3回 好接著我們要來訓練 我們手臂後側以及背肌的部分 我們手臂打開 手心朝下 肩膀稍微下沉 那我們吸氣預備 吐氣的時候呢肩甲骨靠近 手臂抬高 吸氣 吐氣 夾背 吸氣 好那做第二個動作我們換一個角度 大拇指朝上 那一樣肩膀下沉 吸 吐氣夾背 吸氣放下來 這個動作也是可以來回10下 一天兩到三回 首先我們先躺著 然後雙腳彎曲 那我們左腳彎 右手推向膝蓋 那我們先吸氣預備 好吐氣上半身起來 這個時候要感覺到腹部往下 往地板的地方用力 好撐5秒鐘 我們下來換邊 右腳抬起 左手推 起來的時候也要注意肩膀不可以總肩 然後脖子不要輸太多力氣 那這個動作一天可以做2到3回一次10下 接下來我們可以拿準備一個毛巾或是小枕頭 夾在我們的雙腿中間 抬起來呈9090度 那吸氣預備 吐氣的時候雙腳伸直 踢出去 腳板可以往下踩 也是大概撐5秒鐘的時間 然後回來 那這個動作一樣可以一次做10下 然後一天兩到三回 首先我們膝蓋先彎曲 雙膝中間夾著枕頭 我們兩手扶在骨盆的兩側 一隻腳膝蓋伸直 往前延伸 我們吸氣的時候預備 吐氣的時候小腹維收 慢慢地把我們的臀部往上抬高 我們停留10秒鐘的時間 之後再慢慢地放下休息 一天可以做15次喔 接著我們要來訓練我們的臀部外側的肌群 首先我們手先伏在骨盆的外側 下面這隻腳幫我做彎曲的動作 吸氣的時候預備 吐氣的時候小腹微縮 慢慢地把我們的腳往上往後抬 順勢做一個腳往內轉的動作 停留10到15秒鐘的時間 結束後我們慢慢放下休息 一天可以做15次左右 首先我們先訓練下面這隻腳的內收的肌群 我們的上面這隻手先伏在骨盆的外側 上面這隻腳往身體後側踩穩 注意這個動作呢 我們的腰部不能往後倒 下面這隻腳膝蓋伸直 吸氣的時候預備 吐氣的時候一樣小腹微收 慢慢地把我們下面這隻腳往上抬起 一樣停留10秒鐘的時間 一天可以做15次 接著我們要練習蹲的動作 首先我們找一面牆 我們接下來腳的位置呢 要站離牆三角掌的距離 好 腳與肩同寬 手扶在牆面上 好 臀部往後 我們身體貼著牆 保持呼吸 好 膝蓋彎60度左右 好 維持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感受到是我們的大腿前側及內側的出力 好 接著我們手扶著牆 慢慢讓身體回到直立的姿勢 打開 按鍵 大概是天下 我們再走 再試一下 用